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蓝色废墟 德怀特是一名流浪汉,靠屎荒为生 一天,艾迪警官找到了德怀特并告诉他 杀害他父亲的凶手韦德被刑满释放 德怀特决定杀了韦德,替父亲报仇 他开着自己的小破车偷偷跟踪韦德 在一个房子里,韦德正在开派对 德怀特悄悄潜入房子,手里还握着一把匕首 趁着韦德上厕所的时候,德怀特一刀划破了他的脖子 两人扭打在一起,最终德怀特杀死了韦德 他浑身是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但挂在脖子上的车钥匙却留在了韦德的尸体旁 德怀特只好开走了韦德的车子 开了一会儿之后,车后座一个年轻男子冒了出来 德怀特坦言自己杀了韦德 男子撇下德怀特跑走了 德怀特洗掉身上的污渍,剃掉了胡子,剪掉了长发 从一个邋遢的流浪汉变成了一个眉情目秀的男人 他找到自己的妹妹珊姆,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德怀特告诉珊姆他杀了韦德 德怀特敏锐的直觉告诉他,韦德的同伴不会放过自己 他一定会对自己和妹妹下手 珊姆虽然很高兴韦德死了 但德怀特的行为让珊姆和他的孩子陷入了危险之中 为了保护妹妹一家,德怀特让珊姆带着孩子们暂时离开 自己在珊姆家住下了 透过窗户,德怀特看见韦德的同伴就在屋子外 他把床上的被子伪装成有人在睡觉的样子 之后打开灯和水龙头 没过多久有人打破窗户闯了进来 德怀特悄悄跑出屋子回到车上 韦德的同伴们都带着枪追了过来 德怀特开车撞倒了韦德的哥哥 然后把他关在了后备箱里 德怀特的腿中了一箭,他晕倒在了医院里 醒来后伤口已经被缝合 德怀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手术 他找到了以前的好朋友本,两人一起回到本的住处 本有很多枪,德怀特向本接了一支短步枪 然后放出了韦德的哥哥 他告诉德怀特,韦德的父亲大韦德才是真正的凶手 德怀特这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 他要韦德的哥哥打电话给大韦德 但韦德的哥哥趁机打倒了德怀特 哥哥说大韦德早就死了 死于癌症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在他要开枪打死德怀特时 本用狙击枪打死了他 本和德怀特一起把尸体藏进了后备箱里 为了帮助德怀特,本教他如何使用枪 如何瞄准射击 告别了本之后,德怀特来到韦德家里 把韦德的枪支都丢进了湖里 在院子里他发现了大韦德的墓碑 于是他喝了许多的水,在墓碑上撒了泡尿 德怀特在韦德家待了一夜 第二天他把后备箱里的尸体埋了 然后静静地在屋子里等着 终于门外响起汽车的声音 韦德的兄弟姐妹们气冲冲地跑了进来 他们围在一起听德怀特留下的语音信息 德怀特开枪打死了韦德的另一个兄弟 这时韦德的弟弟威廉朝德怀特开了一枪 他就是那个年轻男子 德怀特受了重伤,威廉跑了出去 两个姐姐用他留下的枪打死了德怀特 他们俩也被韦德打死 吴修纸的仇恨最终毁了两个家庭